各位同學來的玩偶大家好 我是Kevin Toyota Carolla Cross GR Sport 終於上市了 我們知道Carolla Cross 從去年10月上市以來 它每個月銷售量都是 國產車的 不要說是國產車 應該是市場全車系的第一名吧 你看四格才短短沒幾個月 它又開始推出了這個 GR Sport的車款 那講到GR Sport 其實之前在 這個Carolla Altis 就已經推出過這樣子的設定 所以我想大家都應該不陌生 像這樣GR Sport的設定 你如果比對其他品牌的話 就很像AMG Line 就是賓士的 然後這個VAG集團也有什麼 S Line、R Line 福特有ST Line 也就是說它是用了這個 GR Racing Team的這種品牌 但是它是做了一個比較平民化的 但是它是一個運動版的版本 今天我們就來看一下 GR Sport在這台Carolla Cross上面 有什麼樣的發揮 在造型上面 Carolla Cross的GR Sport版本 可以說它有很大很大的改變 首先你看到這個水箱罩 其實整個保感都完全不一樣 就像今天我們試駕的是Hybrid車款 可是它的這個Toyota的Logo 並沒有像Hybrid車款上面會有一個藍邊 對不對 它沒有 它把整個這個GR Sport版本的 整個水箱罩都變成這個黑色 以及它底下就會有銀色的下巴 其實它的兩側的車側 仍然會有很帥氣的銀色飾板 甚至於到了車尾 都也有這個銀色的下護板 所以這個在整個包圍一整圈的 這個包圍都不一樣 所以在外型上可以很明顯看出來 那其實更明顯的是車頂 它已經正式做了黑色的車頂 所以跟車身形成雙色這樣的佈局 而且還有銀色的這個行李架 也是GR Sport所專有的 另外後視鏡它也做了這個黑色的處理 所以整體來看你一眼就可以看出 這台不是一般的Carola Cross 你一看就它非常有Sport氣息 輪圈方面它仍然用到跟這個旗艦版一樣的 18吋的旅仙雙色的切削 雖然樣式沒有什麼不同 不過你會發現搭在這部車子上面 它的視覺效果更為突出 內裝部分的改變 除了 縫了真皮的方向盤 不過很可惜它底下沒有切平 其實它的功能性看起來是一樣 它是縫白線 還有這個啟動的按鈕上面就有一個GR的LOGO 這個還是相當帥氣喔 然後比較特別的就是座椅 頭枕上面有這個GR的LOGO 然後椅背的中間也有一條白色 前後四個座位都有 咦它這次怎麼不用這個紅色雙色座椅 我在猜啦可能是因為 如果你當時Carola Altis 它有那個紅色座椅對不對 因為它是轎車所以操控性它強調比較多 但是這台畢竟是休旅車 所以稍稍有不一樣就好了 那其他部分呢 這一部Hybrid版本的GR Sport 我覺得它是比照它的旗艦版的規格 就像它這個9吋的螢幕 它也是走Wi-Fi版娛樂系統 算是比較高等級喔 它也有Apple Carbillette Android Auto 而且自帶的導航地圖 然後另外有一個 我們這部車上面它其實 有選了3萬塊的選配 就是讓它會跟頂級旗艦版的東西一樣 譬如說這一塊是鋼琴鏡面烤漆 拍到旁邊 然後駕駛座八項座椅 還有就是BSM的盲點偵測 其實這一代大家最開心的是一個很重要的升級 就是它的TSS2.0 我們上次在花東試駕的時候 它有一個東西缺了 它就是沒有全速域的ACC 不過到這一代呢 就是趁著這個GR Sport版本推出 它算是把這個TSS2.0給upgrade上來 所以它的ACC是有全速域的 不過根據我們的測試 它在停車停下來之後 它立刻就會要求你把煞車踩下去 否則它會連續警告 所以因為它沒有這個電子輔助的煞車系統 仍然是腳踏的煞車系統 所以這點是比較可惜的 此外呢它方向盤後面也沒有換檔撥片 所以這部車它的訴求 它雖然是GR Sport 可是它並沒有把真正很Sport的 這種東西放上來 但是它的整個的風格 整個外型 自己懸吊都有了很明顯的改進 好我們上路試試看 好我們現在出發 這個一圈又135度 對啦 它只是改GR Sport 我想不可能連這個都改嘛對不對 好我們出發囉 那這一部車 Hybrid版本我們都知道它的縱效馬力122匹 那其實在汽油的部分 它的它走的是省油 所以它走的是阿金森循環 動力只有98匹 扭力只有14.5公斤米 但是如果它的電力充沛的時候 它踩下去它有輔助的時候 馬達就有16.6公斤米的扭力 所以其實你看重蝦馬力只有122匹 可是事實上它加起來的扭力 是會比汽油版還好一些些喔 尤其在休旅車上面 扭力其實滿重要的對不對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看 它跟上次這個GR 這個Altis AGR Sport的版本 搞不好我們考慮的觀點就要稍微不一樣 然後我們一上車我們就知道 這部車的懸吊上面的確好像真的有點 有點比較硬朗喔 首先官方是表示 他們把這個前後的彈簧啊 它的那個彈性係數增加了30% 你彈性係數增加 你當然避震器的阻尼也一定要增加 不然你會hold不住你知道嗎 對的確我們很有明顯的感覺 在這個阻尼的係數 你看它的彈性感覺是比較好 然後在一般的路上你真的覺得它是一個比較硬朗一點點 但是它也沒有硬到太多 因為畢竟它其實增加30%彈性係數 對於一台車來講 不像改裝品那麼明顯 但是你可以感覺到 它的氣質它這種操控的特性 的確比較Sporty一點 所以這個是每個人開了一下子 你就可以感覺出來 但是它還好 它不會調整太硬到這種讓人家不舒服 可是你感覺操控的那個 信心度會提高 特別它連方向盤的這個電子輔助 它都讓你做得比較手感 就是讓你會覺得稍微 你會比較需要用力一點點 不像之前剛開始的時候 它是很輕的很好開的 所以這個在駕駛的調性上 的確發揮了一個讓你覺得 真的這台車比較Sporty的感覺 是真的有感 但是你也不要把它當作好像會 直接變超級跑車 這不可能是 但是這個就是適合 你會喜歡它稍微有一點點 不要那麼家庭 而是稍微有一點點動態 讓你開起來也還不錯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調整是OK的 經過今天試駕 我們可以真正的感覺出來 這個Tara Cross 它本身的競爭力的確真的還滿強的 像我今天那個後座後進行箱 不用講它沒變 但是事實上它在同期對手裡面 不管是空間 還有價位 等一下我再講價位 等等 都非常的有優勢 那在這個GR Sport版本 我們剛才其實有把這個底盤穿起來 給大家看一下 它為了加強它的結構 一個黑色的護板 它其實有把左右兩側抓住 所以我覺得還滿有心的 所以GR Sport在做調校 也不是只是畫個口號 然後這個外觀改一改這樣而已 那在價格上面呢 這部Hybrid版本它的價格是$945,000 不過我們剛剛有說 它其實有一個可以額外加3萬塊的東西 有三樣 就是BSM就是盲點偵測 還有駕駛座8項座椅 以及它兩桿旁邊的鏡面烤機 這樣加上去它的價格就剛好到$97.5萬 跟旗艦版一樣 所以我說它跟旗艦版 它是基於旗艦版稍微往下修 然後又可以補回去的版本 但是它跟旗艦版還是有配備差 譬如說它沒有這個電動尾門 體感式電動尾門 所以如果你想要有這東西的話 你可能只能選旗艦版 GR Sport上面是沒有的 那在價格帶 它在底下還有$90,900,000的尊爵版 還有$86,500,000的豪華版 這個是Hybrid的部分 不過你整個來講 你以GR Sport版本的話 它給你加3萬塊等於旗艦版的空間 也就是說很可能 就是希望你用同樣的價格 可以讓你多一個GR Sport可以選 我覺得這也是合理啦 那下一回呢 我們再找時間把汽油版給帶出來 我順便講一下 汽油版的價格 它是從$77,500到$87,500 然後下一次我們也來幫大家分析一下 到底汽油版開起來比較有樂趣 還是這個Hybrid版本呢 我是Kevin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幫我們訂閱按讚 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我相信每個月這台車都成交 3000多台 4000多台 甚至有到6000台的 會買這部車的人非常多 那GR Sport他們要求的佔比 他們設定的佔比 大概捲整車系的20% 所以一定相當多人 對這部車有興趣 希望分享給你的好朋友知道 好 今天影片到這邊 下午見囉 掰掰 掰掰